随着防疫措施逐渐解封 一些公司陆续绕员工回到办公室办公 但是我知道还是有许多人是继续居家办公的 过去很多人都会觉得居家办公很爽啊 钱多事少离家近 不过事实上疫情以来 无论中西医都发现 因为睡眠和压力前来求诊的居家办公者 至少增加两成 今天的《山芳保健》 我们就要来了解 怎么确保后疫情时代的睡眠健康 从事秘书工作的王思梅 从去年4月开始居家办公 阻断做事期间 老公和女儿都在家 对于喜欢与人互动的她来说 她很享受与家人共处的时光 去年下半年后 家人陆续回到学校和职场 人在家办公让她感到孤单 心情变得烦闷 晚上常常躺在床上翻来覆去 无法入睡 那剩下我一个人在家的时候 我就觉得说那个压力就出现 因为就是变成说 你整天在家里面 然后你会有感觉好像是一种 就是你就是没有那个关系 然后虽然说你有电话 或什么可以联络 可是那个就是你没有看到 真正的人在你旁边 其实那个是对我来说是很重要 类似这样因为居家办公而产生情绪或睡眠问题的人 其实并不少 国大医学组织思维科学中心 在去年上半年曾调查发现 超过六成的居家办公职员感到有压力 去年下半年七八月 也有民间机构调查显示 二十岁以上上班族中 有六成八的国人 自觉曾经出现抑郁 焦虑和恐慌的情绪 也有高达百分之六十三的受访者 表示曾经出现睡眠困难 精神科医生表示 因居家办公而出现睡眠问题的原因 包括作息改变 家中环境不适合工作 担心失业的隐忧 以及随时都在工作状态的焦虑感等 最严重的状况可能是他非常压力 他一直担心到自己没有失去工作 或者会被裁员 所以他可能会就是 等天就是盯在这个电脑前面 在那边愣着 就是无法真正的办公 然后太太可以讲说 他一整晚根本都没有睡到 来求诊的可能他们都是 可能比较严重的他们才来 所以需要服药的比例会相当高 无论中西医都发现 因睡眠问题求诊的新病患 自去年6月份进入 阻断措施解封第二阶段以来 仍然持续增加 跟这个压力有关系 可能影响到睡眠的 在这段时间可能有增加到20% 之前失眠是多鉴于 就是更年期的人士 或者是老年人较多 但是在这半年 到本院治疗失眠问题的人数 其实是有上升的 那么也有年轻化的趋势 是增加大概有10到20% 主要年龄层是大概 20岁到40岁之间 王思梅曾向医生 咨询睡眠问题 医生给她开了助眠药物 并嘱咐她旨在有需要时服用 她并不过分依赖药物 通常睡要一点半我就会醒 然后我就想说一点半 我就赶快要去吃这样子 那如果说我今天比较幸运 我睡到4点醒 那我就不要吃这个药 我就勉强撑撑到早上这样 虽然说那个剂量是很低 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你长期依赖 不是说太好这样子 医生表示不要轻视睡眠问题 当感到持续无法得到适当休息时 就尽早就医 首先我们需要详细地了解 他们睡觉的情况 他的睡眠的卫生 找出失眠的原因对症下药 可能如果那个安眠药能够适合他们 可能在几天内就能够改善 不过如果只是有可能严重的忧郁和焦虑 我们需要用抗忧郁剂 这些药物可能都大多数需要 大概两个星期开始坚强 医生也提醒大家多与人谈心 找到自己的抒压之道 传到桥头自然直 是后疫情时代 大家都该学习的人生课题 中西医都说想要睡得好 最根本就是养成良好的睡眠习惯 不单是晚上的睡眠 包括午睡时间要怎么拿捏 也是有学问的 而如果不想靠药物来解决睡眠的问题 也可以在生活上做一些小调整 或是也能够帮助提高睡眠品质 我就先谈小邦 因为他的音乐不是那种非常澎湃的 然后它是一个比较能够让你心里面 有得到一些抒发 家人听到我谈他们的心情也比较好 王思梅如今会透过谈情或写作来调试心情 在资讯信息业担任主管职务的老公 在居家办公期间也养成冥想放松的习惯 尽管疫情期间曾经转换工作 一度面对经济的不确定性 不过居家办公对他而言也好处多多 西医建议民众要有情绪抒压的方法 并做适量的运动来改善睡眠 而对中医来说睡眠问题也同心理有关 中医认为失眠其实是一种就是阴阳失调 那么它是一种精神性心理性的疾病 那么其实大家可以就是寻求中医 可以用中药或者是针灸来治疗 就是失眠这个问题 其实在临床上针灸治疗 睡眠是有挺好的疗效的 中医师也建议可以自行在家准备的天然饮品 来帮助改善睡眠问题 首先我们有怀小麦30克 大枣石莓跟甘草9克 那么将这三种中药清洗过后 加入1000毫升的清水 然后用小火煎煮约15分钟 就可以当水饮 凌晨煮安眠茶 比较适用于就是工作压力 情绪比较容易紧张 而引起的失眠心悸问题 一天可以喝两到三杯 那么可以选择就是在中午 或者是傍晚饮用 一些民众居家办公会有午睡习惯 医生提醒午睡时间不宜长 否则不仅无助于改善睡眠 还可能会引发其他的健康问题 在午睡方面呢 小睡午觉是一小时这样是能够接受的 可是有些人睡得太多 或者变成整天躺在床上 这个我们就不鼓励 因为这样就会影响到晚上的睡眠 如果失眠的话 那么其实它也是一些疾病的危险因素 那些疾病主要有高血压 中风 关心病 还有就是郁郁啊 这些都是一些危险因素 无论中西医 共同的建议是 想要有好睡眠和好心情 应该养成正确的睡眠习惯 在《黄帝内经》里有一句话 就是说 胃不合而卧不安 那么我们建议大家 就是睡前呢 尽量不要就是进食 如果有需要的话 就饮食清淡 每天同样时间睡 同样的时间起床 就是要有那个规律 然后尽量的就是说 避免在床上做很多东西 有些人在床上吃东西 看书 或者看手机 办公等等 床是用来睡的